佛前灯火 康熙年间 一名名为柳玉梅的女子 一夜穿越时空 来到了康熙朝的宫廷 她身份不凡 成为了康熙的表妹 与皇室有着深厚的血脉关系 然而柳玉梅的心思却与常人不同 她一心只想出家 修行佛法 远离世俗纷扰 在康熙朝的后宫 充斥着真斗和勾心斗角 但柳玉梅始终远离其中 她每日在后宫中念经诵佛 不参与任何真斗 然而命运却捉弄着她 为了家族的利益 柳玉梅被迫进入后宫 成为了皇帝的嫔妃 即便身居后宫 柳玉梅依然坚持她的信仰和修行 她对宫廷的虚荣和权谋毫不动心 唯一的心愿是保护身边的人 守护他们免受宫廷的阴谋和诡计 然而在后宫中 阴谋四伏 危机重重 柳玉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某日 皇贵妃的嫡姐不幸身亡 宫廷中一片震动 柳玉梅得知这消息后 心中充满了不安和忧虑 她深知自己的处境已经极为危险 必须谨慎行事 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在后宫中 柳玉梅结识了许多同样受害于宫廷阴谋的嫔妃和宫女 她们成为了彼此的支持和依靠 柳玉梅不断学习和成长 学会了如何应对宫廷中的权力斗争 如何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 渐渐的柳玉梅不再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 而是一个坚强的女子 她独立自强 不再依赖他人 她用智慧和勇气 成功地摆脱了宫廷中的陷阱和困境 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 虽然她始终无法摆脱对出家的渴望 但她明白 她的修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和守护心中的信念 在康熙朝这个波鬼云爵的时代 柳玉梅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她身边的人 也照亮了自己的前路